好的 谢谢 我对你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当中 我最感兴趣的是说你写了个公号 对 因为当时我这个公众号 是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我一直做市场 从来没有接触过微信公众号运营 然后为了能够更好地胜任我这份工作 然后我就利用业余的时间 开了一个这个公众号 然后把一些对别人有价值的信息 通过这个去分享一下 就它这一个公号里头 你能发现它有好几段不同的人生 你看它名字 在某国 对吧 你点进去 你看 哦 战斗在德国 一点进去 我在芬兰的日子 这个这个比较有意思 然后你看一两年以后吧 发现 哎 它是回到德国了 是吧 然后呢 在德国那一年 又是最低产的 只有一篇 当你行相取消关注的时候 你就发现19年 哎 他怎么又跑到安特卫普去了 你这种不断的人生的这种调整 和不断地去求学 目标是什么 或者说你的初中是什么 初中其实是这样 就我高中的时候比较叛逆 然后跟父母选择的学校 没有达成我的心愿 然后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属于一个中等的学生 然后当然也是最被老师边缘化的 然后上了高考之后 我是在国内去读这个专科 还是出国 当然我选择了后者 可以说高中毕业之后 我是知道努力了 然后开始我这种不同的人生 到处跑 到处折腾 然后你在国外读书期间 还有机会担任过学联主席 就是 放弃了 对 放弃了 因为我怕我学业太忙 我不能去更好服务 当地的留学生 在芬兰读本科 然后交换到杜伦学院 对 然后回到北京 是的 然后又从北京去德国 对 然后好像是在哪儿 是法兰克福吧 对 在法兰克福 做一个不动产项目销售顾问 对 项目经理 我能问一下 你在法兰克福这个工作 它的主要内容是从事哪个领域 这个主要的是 当时我在法兰克福机场 我们有一个两万多平米的地 我们当时是以一个 叫法兰克福常年展会的 这样一个项目的形式 去推给一些中国的商家 我觉得还是算在商务特展这块 对公司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吧 右边的这个活动策划 是我在上一份工作中 做的一个公司五周年庆典活动 是这样 我们当时这个会议 是一个一百人的闭门会议 然后在一个北京的四合院举行 然后场地是比较急 然后为了提高这个参会人的体验度 然后于是我在签到台的左边 放了两个公司的展架 去放我们的一些产品 是期刊 然后右边放了带有logo的 签到墙留客户合影 当大家都在同一时间来签到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利用 这两边不同的功能 去或是看期刊也好 或是签到也好 同时也起到了一个 宣传公司的一个效果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 然后又留学那么长时间的人 在台上切记 我觉得如果去表达一个东西 切记用连续的然后 一个故事如果讲得精彩的话 把里面的然后简直越少越好 里面用的然后越多 大家就越容易睡觉 再一个 你在描述里面讲 你做过这个公众号的运营 只发过几篇文章 也没有讲结果 那么另外你应聘的是市场的岗位 但是你在做所有的市场活动过程里边 都没有讲到结果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 我们讲做事情先有目的和目标 你目的目标都根本没有讲 我觉得就是说从你的简历来看的话 就是很精彩 而且每一段就是在不同的国度 你都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定位 而我们特想看到就是那些定位后面藏着的你的可以将来跟我们在工作当中去产生互动和共鸣的东西 坦率地讲 太平淡了 您展示的这些活动 在座的每一位助理 你们的助理 干的这个活 平时 应该比他好 应该不输于这个吧 因为今天我已经说我的求职意向是市场营销和运营港 可能做管理 我是毕业之后给自己的规划是想在毕业的五年里先培养自己的软技能 也就是沟通技能 项目管理技能 还有语言交际的这些职场非常重要的技能 然后在我30岁之后 然后再给自己去定一个职业发展目标 然后所以说我也是更多地想去尝试不同的行业 去看一下自己到底适合哪些 而不是过早的是去某一个行业 你刚才说的没问题 就是职业基础技能 但是一般都是在工作中学 而且呢你像你想学沟通 你跑到国外去了 那然后你回来用 那你那个练的那些沟通能力 可能在国内是水土不服的 就是在我的工作中涉及到很多沟通 比如说跟部门内部的沟通 跟公司举行活动的时候 我要去了解各个部门 还有销售的需求 然后同时我拿到需求之后 我要跟外部沟通 这个是包含供应商 比如说我告诉传达他 把信息传达给他 告诉他我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你回答非常狭隘啊 我觉得这个是偏离了你未来承担的市场经理 这个角色要解读的这种表述 你出国是因为在国内没有好的大学 对吧 国外的机会更好 你毕业以后回来找到工作 是不是因为你有语言能力 所以去了一家机械的公司 第一这个像我的公司在德国 是一个德国公司 然后我是中国人 我要对接的客户是中国人 所以你看在这个阶段 你作为一个有语言沟通能力 有一些社交能力 又是中国人 可能是你进这家公司有帮助 后续你又进科爱 你觉得你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我们的宣传语 是把中国的科研成果带到世界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优势 然后我知道在哪个节气 结合哪个去推一个纯英文的内容 所以这些是你一开始就要表达的 比方说你是最适合做中国和欧洲之间 任何业务的优势 你是在的 你去了很多国家 但是你要回到中国来说 做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市场和运营 说实话你就跟一个小白是没有区别 甚至因为你这几年跑来跑去 你对中国的互联网行业 了解程度可能还不如一大学生 静雯 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的薪资就得改 因为你现在要的两万五的薪资 是你之前做这种国际业务的薪资 如果你做到商务和运营拓展 那等于说是新的一份工作 你的过往经验用不上 没有办法平移 对 您说的 就是确实我的行业背景 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说是职位OK 然后行业背景我差 我可以去降低我的薪资 从一个比较低的岗位 从基础做起 目前为止 你的薪资要不要调整 在过来向你提问之后 我调整 一万八 求知地点 其实我是想在上海落户 希望能签一家 公司是在上海的企业 可能今天我表达的就是不太好 然后没有把我那些优点展示出来 然后在工作中 我也是就是比较勤恳 不会去炫功的一个人 一般上来以后 大家对你的这些探寻 肯定一个陌生人上来 想问的东西 想了解东西有很多 你看他们功课不如我做的组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个公号吧 虽然说只有短短六篇文章 但是作为一个在国外 反复出去留学 经验很丰富的一个 海外留学人员 我没有从你的公号的 这个文章当中 找到任何爱情的存在 就是夏天的时候 跟男朋友分手了 今年夏天 对 多长时间了 在一起 两年多 我们在国内认识的 在国内 是中国小伙子 还是外国小伙子 中国的 为什么哭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云文豪会功夫 杜子健这长相 就把那小伙子吓死了 没有没有 能说说吗 为什么这么激动 就是在过去十年中 一直忙自己的生活 都是一个人 也肯定一个小女孩嘛 在国外 挺不容易的 我高中的时候 就出来住宿 我一个人生活了十多年 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不太懂得这种 如何去相处 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 我们好规定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知道那些年很苦 曾经被房东赶出去 一个人只能在大桥下 真的 他们有的时候不太容易 他可能在刚才这个 第一个环节展示当中 从专业的角度 从他留学海外留学 归国人员的角度 他还有很多的不足 也许他能力有限 他达不到你现在 求职这个硬的门槛 但是如果他有一颗 金字般的心 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我觉得这种人 笨鸟千飞 是不是也可以带带他 给给他机会 我刚才看了一下 如果算上中文 你会五国语言 对 有三种还是自学的 对吧 这个其实在人才市场上 已经很稀缺了 如果能有企业和 试试做中国和欧洲 这样的一些交往的 其实你是很适合的 来 第一环节 请大家做出你们的选择 恭喜你 还剩下九盏灯 我们进入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 演讲的主题是 改变世界的十七个目标 十一年前 我第一次来到芬兰读书 不管你问什么样的 愚蠢的问题 老师都会认真的去回答你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 感受到什么叫 优质的教育 但是目前在世界上 有1.03亿青年 没有基础的读写算能力 其中60%是女性 这个问题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 无法解决的教育资源 平等问题 今天我们在座 有一个企业松鼠AI 它就是做这样的事 然后我想在 以后的工作中 能结合我个人 还有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能够给社会带来一些贡献 然后让他们有更多 的选择去学习 我其实没太听懂 你是尝试代表松鼠AI 来做一个演讲是吗 也不是 因为我觉得他们除了 作为公司的企业 它也是在盈利的同时 做一个对社会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你想表达的是 解决这个学生教育资源 公平性的问题 我们坦白地讲 您说的那一点几亿 它不在中国 在中国基本上 我们没有文盲 我们的基础 九年制义务制教育 在国家大力推动 这个基础教育 发展的情况下面 已经是世界领先了 那个靳雯 我必须得给你一些建议 就是你不是小白 你今年三十一岁了 有六年的工作经验 和这么多国家的 一些求学的经历 所以说我希望你能聊 一些专业的东西 好吗 可能大家听起来 对海归的期望比较高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从来都不会去说 我是一个留学生怎么样 我觉得 靳雯你想多了 大家没有对海归期望高 而对于你的职业经历上 你的背景 你的学历 你应该演讲的 比一个大学生好 这是不高的要求 如果刚才演讲下来 大家都没听懂 你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就是一个失败的演讲 靳雯 这个是对你那 一万八千块钱的期待 我明确说 你要是说我就要一千八 我们就不期待这个了 我明确说